因为我们要知道 文恩这个英雄一定会有限权的 说错了 我们这把要树杀 树杀的话我们进对面野区 文恩这个英雄有限权 蓝枪的话可能会前击想要去搬中路的 因为中单没有闪现 我们中单少一个技能 对面是上开的 有可能在我们的野区开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选择双击的下面野区 去他们家野区反他们家红buff 好在我们的野区开 我就说有可能在我们的野区开的 这波不能选择去刷这边的野怪了 我们要去敌方野区 要经验他们家野区 把他们家的一个红拿一下 不能这样被反野 他这样的事物的话 会导致我不能去搬上路了 睡不着的话就闭上眼睛 听一下我直播就好了 用Q枪惩战拿这个野怪 我们躲在这个野怪后面 他打不到我们 好我们升三级可以跟他打 所以得A就好了 可以 卡式也翻译 老AQ带走 下路的话呢死了一个人 咱们等ADC把线推过去 我们是有闪线在的 他是有带急跑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 这一层 一套带走 这波的话是故意兵线过来 我们稍微换了一下 就是等兵线过来之后 这波让他掉以轻心 回家之后把专门更新一下 他要去收视野的上面野区的 谢谢感谢我们小绵羊爱吃谈 送出的半卡 谢谢支持 谢谢 感谢我们小绵羊的支持 爱你 恭喜你加入双倍大曲 恭喜你加入双倍大曲 今天在直播间 重牌位 红包 都是翻倍哦 去敌方的一个 他把 他要去吃河蟹的 来我们这边把河蟹抢一下 我省戒就好了 我没有省 摸Q一下 往前方面压 然后摸一下给一起的 没中的话我们追就好了 只需要去贼 因为他没有打蓝buff的 这波压力给到 就是要不让他去打蓝buff 他往下走了 让我们可以把这个蓝拿一下 蓝枪还没有选择要走 他选择绕回来了 这边给意见 他没有我视野的 摸一下Q一下 远程皮 然后过去先进草丛 再AQ 接住 然后先A他一下 红包减速 然后先往后撤 不要被他拉两下 拉两下没关系 我们先走 等结果来一刀 注意一下躲他的W 让对我收这个人头就好了 然后把这边的一个蓝先拿一下 但是火蓝要过来了 先惩戒 先Q一下 闪现把他Q躲了 没躲掉没关系 A一下 然后E一下 把他被动躲了 掉下去 他没有我视野了 我们直接走 先给E型的摸一下 WQ 摸一下Q一下 A一下闪现先走 凯旋锁住 没锁到 我学着记得呢 学着两点W 这不往下走 把下路合起来打一下 这么希望打架对面 符文天赋 在左下角可以看一下 他核心已经打完了 我不去了 我们先要做就进对面也去了 这波可以往中靠一下 这波就不能刷野怪了 优先帮队友间的优势 其实是选择去刷野怪 记住 先先QA他一下 往侧面放W 侧他身上 然后Q追在E就好了 他打不了没有好 这时候翻E型 配合他的一个WQ 整眼 漂亮 然后我们刷一组小鸡 刷完小鸡的话呢 虫子也要刷新的 因为上单文 优势比较偏大 我们早点把虫子控一下 让他去推塔 扩大优势 他随时能摸到这个防御塔的 上路这边的话 可以优先帮队友越塔的 一个6G打4G 过去就是人头可以减 等兵线进来就好了 不急 这边先放W炸塔 因为蓝枪在下边也去的 我们不用担心蓝枪会过来 蓝枪来了 可以一起来 双Q 就在A两下 一起来 蓝枪竟然来上过了 我不好去的 炸枪装备打不死 我的伤害不够 没意见他没有我视野的 一套就带走 记得把对面野怪进去收一下 收完这组野怪之后 我们要小心火狼过来 这边把阵眼给出去 不让火狼排了一个阵眼 这样可以节约25的经济 接着我们往上走 他没有6G的碰 抓不到他 他躲在里面的 我们就愿意选了1到小冰身上 靠近他就好了 先Q给1G的 然后摸他 他不调整弹道吗 他没有那个W直接带走 我觉得他会调整弹道 去把他溢到墙壁上 把虫子打一下 这边不起的 我们先吸点血 有法创有移速什么装备 给1G的 然后摸一下Q 追的A就好了 然后继续追的A 把一个金收一下 上车的话 邀请ID就好了 左下角有写大驱跟断尾 邀请ID就可以上车了 上单有6G 但是他的装备不好 这边Q1他一下不起 我们先拉开距离 然后他没有W了 这边可以过去 W2追的A 冰线的话 把队友控一下 这队友把B线控一下 他们就炸了 我就可以往下面去 走吧 小龙拿一下 还推线吗 还是打皮 我回家的 6G 我4G的时候学到2点W 打到哪个区的话 都是在直播间里面抽的 抽哪个区打哪个区的 要是你们可以来上车就好了 你们想要我打哪个区的话 可以参与一下直播间的抽奖就好了 发弹幕 反正是免费的嘛 要把小龙拿一下的 然后小龙之后 让队友去推下路 我们准备约塔了 这一波的话 我们要去越下路 扩大优势 因为蓝枪已经往上面去走了 我们上面也有去 经济可以给他吃的 没关系 单队把线带过来 发挥出蜘蛛的特产 先杀对面的一个ADS 先杀对面的辅助 一起来把炮幕头抖了 没躲掉 完蛋 我的天哪 他给我套区落伤也不够了 漂亮 高手 可以杀的 点点克 哇 可以 因为我当时想先杀辅助的 ADS的话他有大招 我是这样想 我就没有想先去秒对面ADS 结果被套区落了 因为我一套把辅助秒了 然后让ADS跟辅助去杀我 对面的ADS 而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秒了辅助之后 再跟队友集合对面的ADS就好了 因为我能看他的 走起来就追 对面ADS没有闪现的 把核心先撤一下不急 对吧 猪女环就是这样子的 今天状态是比较好 所以说都是顺风局 直接闪现E就好了 等结果来 这边走位扭运 规避一下他的Q 我就不会被他晕住了 不要这样子不动去A套 A完之后马上选择着 利用自己的小走位扭一下 蓝枪又来了 先先反手E的 给E 好 Q下带走 这边把视野排一下 没有人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没有野怪 我们Q过去 植物显 Q可以用来穿墙的 先升9级 这个地方有野 现在要做就是把自己的下半野区经济不能收了 得去打虫子 没有注意时间了 应该早点去控虫的 推塔比较快一点 这边应该15头的 蓝枪死了 其实的话把这个虫子控一下 控一只就好了 控一只我们可以生虫 好像可以全打完了 这把太顺风了 咱们直接稳一点山树 这种后的墙不能Q过去的 它只能隔墙Q 就是可以Q到单位的 像这种墙的话 这可以Q到这边缘这种 不能翻过去的 这种墙都翻不过去 这个墙可以翻过去的 小墙可以翻过去 这个地方可以翻过去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翻过去的 这个地方可以从上面翻下去 这些地方都不行 但是可以隔墙Q的 像Q是有范围型的 如果别人贴在墙壁边边 对吧 你可以Q到他 玩10把动物不变 因为已经重新定位赛了 就1到了 他不看地图 往后先撤 1到3把W躲了 等下个品也带走 蓝枪来了 不挤 完了 没Q出来 我的天 刚可以Q到的 按快了 辣妹呢 辣妹跑了 把红拿一下 纳斯加的话不出的 纳斯加的话 这个版本大家爆发都太高了 你出纳斯加的话太脆了 容易被直接秒的 而且你A不了几下的 他不像巫妖之后 触发频率的话会比较高一点 也是比较简单 蓝枪出来了 他有一级人 有大招的 他已经死掉了 一大车让我们追的A就好了 躲在小猪猪后面 一个Q帮对我回家伤害 上单不见了 这边投降 鞠 trench しか试鞠